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有一定的难度了 男女对于爱情的定义不同 男人喜欢果断撒爽的恋爱 而女人则喜欢迂回浪漫的爱情故事 但其实无论哪一种 深陷爱情的我们都期待着对方能够热烈回应 能够收获一段双向奔赴的感情 一个男人有了心仪的女神 也许他们中间隔着千山万水 但是他依然愿意跋山涉水 只会到爱人面前诉说情话 可你知道吗 其实有一种办法 并不需要倾尽所有 就能让爱人主动走到你面前 希望你能明白 如此良女神成功的几率很大 他会主动爱上你 常先生今年28岁 虽然他没有太多的恋爱经验 但是在常先生为数不多的三段恋爱中 他都是妥妥的赢家 常先生觉得 如果遇见了心仪的女神 那就别畏手畏脚 一定要主动 但是在这个期间 也要学会用一些小套路 让女神主动走进你 在追求女神的时候 常先生并不会火急火燎的吃两三顿饭 就要让对方给自己一个答复 相反的 他会采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慢慢熬 刚开始 大方地请女方去吃饭看电影 表现出自己的慷慨 让女方接受自己的主动靠近 当对方默许常先生出现的时候 他便会展开下一步的行动 那就是掌控女人的安全感 常先生明白 要攻略女人的心 就要让她对自己产生满满的安全感 逐渐依赖上自己 所以他会在不知不觉间 去了解女人的生活习惯 甚至旁敲侧击地 掌握她的转类和秘密 然后让女神习惯性地对她倾诉 将她当作依靠 而当进行到这一步时 常先生就知道自己 最后要做的就剩下等待了 他会选择间歇性地不回应 让女神主动来靠近她 把对方的心勾得魂牵梦绕 最后控制不住地 向她提出恋爱的请求 常先生的恋爱经验很直白 要想让一个女神主动爱上你 就要学会这几个撩人小技巧 一 文化慢顿 渐渐进入她的生活中心 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 不少男人都觉得 见几次面 请对方吃几顿美味 就该确定关系了 可聪明男人向来不会这么做 要知道 只想用几顿饭 就拿走女人的真情 太不现实了 所以他们会频繁地 展现自己的慷慨 但是并不着急所需回报 在见面的时候 主动给女神带上一束鲜花 或者小礼物 这种细节很容易打动女神 在约会的过程中 也要学会观察她的视线 学会抢单 而当女神在相处的过程中 察觉到你的慷慨后 她会爱上和你约会的感觉 因为没有女神喜欢吝啬的男神 若你对她慷慨大方 她自然愿意主动走向你 二 攻心计 掌控她的安全感 高情商的男神 在和心仪的女神聊天时 每一句都会聊到点子上 会让女神有一种 想要依靠的感觉 而这种感觉 对她聊拨女神 起着重要作用 要知道 那些看似不经意的问题 其实都在让她 对这个女神了解得更加透彻 小红不止一次说过 女神很容易喜欢上一个 经常陪她聊天的异性 因此在知向了女神软肋 和生活细节后 你可以主动化身成为一个 耐心的倾听者 甚至温柔地告诉她 你是她一个人的专属入洞 女人都喜欢成为别人的唯一 你在这方面 给她自信和肯定 她就会不自觉地依赖你 总是想要靠近你 渐渐地再也离不开你 三 短暂冷落 让她魂牵梦嚷 欲擒故纵 是很俗套的恋爱套路 但是不可否认 她的确非常有效 要想让女神主动爱上你 在给她甜头之后 就要给她品尝酸楚 若是你能做到收放自主 女人自然会被你牵着鼻子走 所以在她已经习惯 和你聊天之后 你可以偶尔冷淡地回应一两句 或者并不那么急切地 回复她的消息 当女神独自在手机另一头 暗自焦虑 频繁给你发消息 联系你的时候再去回应 在这种若即若离的状态之下 女人会迫切地想要和你 确定恋爱关系 以防你变心 请记住 女神对爱情的态度 其实就两种 要么她拿下你 觉得你可有可无 要么你拿下她 让她害怕失去 只要你能成为那个 拿下她的人 那她自然会主动靠近你 对你付出她所有的深情 女神的心思 并没有你意料之中难以揣测 都说男人追女神 难辱冬天 但其实任何的感情 都可以在套路和技巧之下 培养出来 你想要女神主动爱上你 就要在她面前展现 她所需要的慷慨和大方 而且你要记住 女神都很脆弱 耳根子软 你总强调她的重要性 就会让她觉得 自己在你这里 是特殊的存在 总想要靠你更紧 从你这儿 索取更多的温暖 还是那句老话 谈恋爱不要急躁 掌握这几个 撩人的小巧门 女人会主动来爱你的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 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